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谢盛奎 你在人情故事机 跑佛伦萨来了 2015年10月份的时候 来了一次佛伦萨 当时的印象对这个城市特别的好 真的简直无以复加的那种好 整个意大利的那种凝重的厚实的历史 在这个城市特别明显 我不止一次的想到 我现在走的这块石板路 曾经像蛋丁 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 拉斐尔 这一群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在各个领域中可以说都是最顶尖的那种人才 曾经和我走在同样的石板路上 这是我2015年的时候来到佛伦萨的一种感觉 但是当时因为可能是天气相对冷一些 不是旅游旺季 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佛伦萨的印象就是人没有那么多 这回7月底的时候来 全世界都放暑假了 整个欧洲都在各种旅行 中国这边因为各种原因疫情防控了好几年 大家在国内戴口罩都憋坏了 报复性的消费 没想到在国内先报复社会 然后出来报复其他国家来了 所以这的佛伦萨的人就特别多 当然咱不是说都是中国人 就是到处的人都有在佛伦萨城里头 所以我当年的印象和现在这次的感受非常不一样 这次让我最明显的感受的一个变化 就是佛伦萨的车多了 就所谓汽车多了 摩托车多了 原来那15年的时候没有车 车主要都集中在外城 在外城那个地方 在内城尤其是这种老石板路上 没有车没有一辆汽车 我印象中就是两边道路非常宽 现在来了一看 这好家伙全是停满了车了 而且这游客多 确实是地上脏乱叉什么的 稍微的比15年的时候还要再夸张一些 但是就算这样 我对这个城市的那种 打心眼里的那种向往还是没有变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 明明我刚到西班牙 需要很多事要在西班牙做的时候 我要抽出半个月的时间来 我要抽出半个礼拜的时间来 到佛伦萨转一圈 这个就是其中的原因 包括原来看的很多电影 比如说特别著名的 《沉默的羔羊》的第二部 就是汉尼巴 汉尼巴那个电影里头 他们当时就是在佛伦萨这个地方去取景的 从当时咱们就说 从米开朗基罗广场上 佛伦萨周围的一个山上 山上有一个米开朗基罗广场 在那个地方树立着一个大位像 当然那是假的 在那个地方他就刚开始给了一个镜头 逛这种古迹最烦的就是排队 而且这个教堂的 欧洲的很多教堂 尤其是这种天主堂 还是那个时期 中世纪那时候建的这种天主堂 很多的时候 咱说实话 你如果没有一些特别了解 就像我这种 你别看我太太是基督徒 基督徒跟天主教 还是两回事 他就不信天主教 他进我们俩在巴特罗纳的时候 进那天主堂 好家伙 人老人家比我还那什么呢 对吧 我是怀着一个崇敬的心 他这个感觉 你这恨不得跟一脚图着 当然有点夸张 您这好家伙 您这怎么还耶 耶稣像 怎么那玻璃还那样的 是不是 反正就在他看来 这个还有点 就还稍微有点别扭 所以这回我也没打算进去 也挺好 幸亏 幸亏这样 也不用再排队了 那说到哪了 对 沉默的羔羊 那个汉尼巴 汉尼巴里头 当年很多取警的地 比如说他们追着 他雇了当地佛罗伦萨的一个警察 要去取汉尼巴的手印 对吧 然后雇了当地的一个小偷 然后这个小偷一路尾随汉尼巴 然后后来千辛万苦取得了他的指纹 但是小偷也被捅死了 那个取警地 所谓中央广场 今天我们刚才那顿晚饭就在那吃了 我还特别的感慨的说 你看当时这个长廊 这个古 这个罗马市的这种长廊 这个地方 就是当年那个取警地 今天上午去了旧宫 也就是这个叫什么威俏宫 去那转了一圈 我还特意指 你看这玻璃没有 这就是当年 你把警察局长卡 一下给抛了膛 然后从这给顺下来 那么一个地 就那么一个地 所以这个佛罗伦萨真是 这个让我感觉很明显的 就是欧洲国家 虽然它的历史都算是比较悠久 但是各个国家之间还不一样 尤其是你看像意大利和西班牙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区别就特别明显 今天上午 我们去了当地一个美术馆去参观一下 这个里头那美术馆说实话 我实际上对美术 对绘画 包括对雕塑 没有特别大的那种共鸣感 没有特别大的共鸣感 但是我很明显 在佛罗伦萨的美术馆里面 和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的美术馆里面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体会 西班牙的 咱们先说西班牙的 西班牙历史也很悠久 但是呢 归了包多 咱就说是应该是现代西班牙 不能叫现代西班牙 就是咱们严格意义上来说的 西班牙应该是1492年之后才有的 1492年以前西班牙那地儿是让穆斯林站的 所以西班牙 他在光复800年的 这个所谓收复师弟的这个运动之后 他光复之后 有很严重的去穆斯林化 这就是那回 我跟那个塞老师做节目的时候 我当时说 为什么拿破仑一进西班牙 西班牙那么恨 因为拿破仑手下有一支部队 叫马姆努克骑兵 这支马姆努克骑兵呢 就是穆斯林我说这时隔800年 这马德里的街头再次出现了这个穆斯林的骑兵 所以西班牙很难 这是开玩笑 这开玩笑 但是就是西班牙历史上 它的这种去穆斯林化特别的严重 所以导致当年穆斯林在那儿建的很多的建筑也好 文化也好 没留下来 所以西班牙给人的感觉比意大利要更新一些 西班牙你看1492年1492年什么年代呢 您要是搁到意大利的话 就是已经文艺复兴了 对吧 文艺复兴 恨不得文艺复兴三节那个时候都已经生名大噪了 恨不得就那个时期了 但是你这回 但是这回我到意大利的博物馆 佛罗伦萨的美术馆的时候 你能看到大量的这种中世纪时期的绘画和雕塑作品 甚至还要再往前随便哪一个雕塑 这个就是可能公元前一世纪 公元交址内那么一个时间节点的那么一种绘画 那么一个叫雕塑作品 所以这种作品相对来说比西班牙那些更老一些 更老一些它就有很浓重的时代特点 比如说什么呢 首先来说 这个雕塑 线条上 尤其是那些老物件的线条上 人体雕塑的线条上 明显就没有马德里博物馆里面那些雕塑 那么肌肉线条那么明显 就那么切割式的那种雕塑的那种肌肉的线条 特别一篮一篮的 就是很明显各位以后有机会吧 有机会我会办所谓线下活动的时候 咱我会带各位去那看 那真的那个雕塑那精致到什么程度 给各位举个例子 我当时拿眼往这一扫 我说这个雕塑这个头像上头怎么还蒙了一层面纱 走过去一看那是雕上去的面纱 那是雕上去的整个人的肌肉的线条 那跟刀打磨过一样 既真实又有这种肉感 同时你又不觉得哎呦天简直太厉害了 但是这些作品很明显就是文艺复兴之后才有的特色 这个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 说过这么一句话 就是为什么你看欧洲的这种东西 它追求真实 追求真实 后来发生它的什么解剖 这些技术 就是因为欧洲咱们甭管咱们甭管它怎么起源的了 这一说就远了 它追求的所谓是真实 它不是像中国一样追求是血液 中国就是泼墨山水嘛 人家这边也有泼墨山水 但是还是要以真实为主 所以什么人物比例 包括肌肉的线条 骨骼甚至这些东西都特别明显 所以为了更卷 你看达文奇 为了更卷 我怎么能画的更好 我只能说是把人体给解剖开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 然后骨头是这样的 外头才是这样的 我才能更了解 我才能画的雕的更好 然后发现了圣经里的说 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 掰下来一根肋骨形成的 男人没有比女人少一根肋骨 于是人们对神学产生了怀疑 之后当然是很复杂 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 这才慢慢起来 所以他们追求的是这种真实 但是在佛伦萨的博物馆里面 很多的作品是没有这样的 包括他的绘画 绘画也是 中世纪时候的绘画 人们普遍的脸谱是悲伤的 所有人都是眼睛向下看 嘴角向下咧 悲伤的 没有乐 为什么呢 中世纪教会至上 很多人教会说 这主曾经受过难 对吧 你面对主受难的时候 你怎么能乐呢 是不是 所以您看中世纪 所有的绘画里面 这个人物千篇一缕 脑袋冲这 眼睛往下看 嘴角往下咧 对吧 包括这个圣母 圣子 永远圣母 包着圣子 坐在整个画像的最中央 C位 而且这个圣子 就是耶稣小时候 必须是成年耶稣的像 必须得是成年耶稣像 没有说画一个婴儿头像的 必须是承认耶稣像 所以那里头圣母 抱着圣子 圣子在这 一看这身上 都是小孩的身上 那个脸上 一看就是一成熟男性的脸 对吧 这个是中世纪的要求 人家就是弗洛萨这边的博物馆里面 大量的都是这种作品 包括您去进到那个达芬奇的厅 进到米开朗基罗 进到拉斐尔厅里面的作品 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 但是真的是说到西班牙以后 他度过了这一段时期 他没有受到这种文化过多的干扰 的这段时期 他的作品 他的绘画 完全就是中世纪之后 文艺复兴之后的这种风格 这是两个地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从这个文物上 从这个古迹上 都能看出来的一个区别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 这回来这个 来这个弗洛萨 整体感觉还行 整体感觉还行 当然感觉也比西班牙稍微贵一些 当然了 我在西班牙是过日子去了 对吧 我不是说上那玩去了 所以消费什么呢 包括日常买菜做饭 基本都是自己来 所以那边相对来说便宜也有可能跟这有关系 但是我还是这个感觉 就是佛洛萨作为现在一个旅游城市 这个消费水平还是稍微高一点的 至少比西班牙要高一些 没吃什么 没怎么吃 也没怎么着呢 花了快一百五了 反正这种感觉 当然了 像甭管他们这两边的文化艺术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好跟不好 跟我几年前来的感受 什么可不一样的 对比心态 我自己也知道什么样的心态 起伏 甭管这些 还是那句话 人家这真的是有从1312甚至1011开始就留下来的老建筑 老文物 老遗迹 真的是这种 而人家现在还在用一千年前的房子 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就是大概一四几亿年建的 对吧 人家还在用这么长时间以前的房子 中国还有吗 对吧 所以从你如果老说自己是什么文化历史大国 反而你在你的国家里面 发现不了任何可以供你现代人使用的这种老建筑 那你这个文化历史 那真的 那就是真的断代了 也别说这个什么四大文明国就中国还保留到现在 也就一个名吧 就这么着吧 行了 各位就这么着 拜拜